成長股它其實有幾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指標 把它定義為成長股的核心懸股法則 我覺得長期來看現在應該是買點而不是賣點 算股達人陳喬紅曾經是月領32K的美工人員 2006年他開始投資股票 現在他的資產翻了15倍 近三年的投資報酬率達到了128% 快來聽聽他是怎麼選出有潛力的成長股 成長股基本上就是他的獲利每年比每年更好 我可能買經驗公司他的EPS可能本來是賺一塊 然後各一年可能變一塊五 然後變兩塊變三塊變四塊變五塊 就都藏起來看到這個公司他的獲利每年都在成長 這樣的公司基本上我們就要把它定義為成長股價 好的標的除了獲利要穩定成長外 陳喬紅還有五項獨門核心懸股法則 從1700多家上市鬼公司中挑出最有競爭力的個股 之前有一些投資失憶的經驗嘛 後來我就歸類出一些投資的一些相關連性 我發現出來其實成長股他其實有幾個非常重要的指標 我把它定義為成長股的核心懸股法則這樣 那其實主要的我會看的指標就是 比方說像是營收 他近五年的營收持續成長 再來就是他的淨利 近五年的淨利要持續成長 那ROE要在15%以上 那現金股利過去五年的現金股利每年都持續在成長這樣 那毛利率在20%以上 大概符合這五個條件我們就會把它定義為他是成長股 他具備成長股的特質這樣 過去陳喬紅靠著這項指標 從2012年開始就從52元陸續買進紡織股如虹 價值翻了超過五倍 除了傳山股以外 科技股也適用這套選股邏輯 早期來看我比較常挑買傳山股 比方說像是如虹或像是美麗達 或像是寶雅之類的 傳山股 為主這樣 可是我發現近幾年來因為其實趨勢它其實在轉變嘛 那這幾年來看我其實我佈局比較多的個股 在於就是科技股這邊 尤其是半導體產業 像台積電之類的這樣的公司 那我覺得 不管是傳山股或者是科技股 其實我覺得 其實 只要它公司是好的 它成長都符合成長股的條件 基本上它就會符合我的範疇裡面 所以我現在在買股票不會刻意說 它是傳廠或者是科技這樣做一個區分 而是看它長遠未來可能 三年五年它那個趨勢成長的一個表現這樣 近期國際情勢不穩 台股大盤震盪 陳喬紅認為現在反而是 逢低分批布局的最佳買點 我覺得長期來看現在應該是買點而不是賣點 因為基本上其實大盤從高點就是18,000 最低跌跌到破14,000以下 那累計跌了大概25個百分點 那過去來看我們看 大盤的空投市場來講 其實它的趨勢大部分維持在一年左右 平均來講一年左右 那現在大概跌了七個多月嘛 可是在這次跌我覺得確實是有機會 第一就是說在於現在國安基金基本它已經進場了嘛 再來就是說 之前台積電法說會 它其實釋出蠻多的利多嘛 其實它 也上修它的一個全年的營收長光這樣 那在這兩個條件的行程下 然後我覺得相對這個地方它就有 足底的可能性 不過因為我們不是 我其實沒有具備預測大盤的人力 所以說以長期來看 這個地方如果你現在手上有資金的投資 我覺得你可以 試著慢慢從這邊開始逢低布局 長期來看我覺得這裡其實相對是一個買點這樣 除了從過去營運表現挑選股票 陳喬鴻也建議一定要收支公司未來的營運展望 才能找到真正長期向上的成長股 我在買股票其實我會看的其實就是 過去它的營收表現嘛 但是因為過去的獲利其實沒有辦法代表未來 所以我們會去Follow公司它最新的展望這樣 比方說像是我剛剛講的 像是股東會啊 股東會然後或者是法說會 或者是去看公司的年報 因為其實你看很多公司其實過去幾年財寶其實非常非常好 但是 今年來股價其實跌很多 在於說公司其實 展望其實 沒那麼好 那比方說你看像是消費性的電子 比方說像是手機啦 或是像是PC 這波其實都下修蠻多的 那這樣的跌的原因在於說 它未來的展望其實市場是存 是有存疑的 那如果你問我的話我會覺得說 這個時候你可能要佈局的一些公司是它的長光是好的 像台積電法說 董事長劉德言就有講嘛 就是說 現在的車用的晶片是過去的10倍 那未來的車用晶片是現在的10倍 比如說未來的車用晶片是過去的100倍 那這個就其實非常有很大的想像攻堅嘛 那所以基本上這個就是我們可以去找 找尋股票的一個方向 就是說我們去找趨勢還是在往上 即便股市修正 經濟可能它會趨緩 那還是會有好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就是我們應該要去買的股票的方向這樣